俗话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很多人的生命中就要经历几二连三的打击 有人受不了打击 便在坏事来临前后消沉下去 甚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也有人挺过去完成了涅槃重生 他叫龙千玉 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位著名台湾歌手 说起这个名字可能对于现在的95后 甚至00后的年轻人来讲是很陌生的 但要问几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摩登青年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听过他的歌 龙千玉在当时台湾的歌唱界红极一时 但中途却因为意外怀孕 而在事业巅峰时期选择退出 然而退出歌手界的龙千玉 并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 与丈夫儿子天天相处的幸福生活 反而遭受了让他终身不能释怀的痛苦 让我们一起走进龙千玉的一生吧 龙千玉原名江玉琴 1961年他出生在台湾 一个家境普通的工薪家庭 在当时他的父母都是有固定收入的工人 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温饱问题也是很简单的 龙千玉在很小的时候 就发现了自己的歌唱天赋 并且他本人对唱歌也是很有兴趣的 谁不想以自己的兴趣为事业呢 龙千玉就开始向歌唱事业发展 在那个年代的台湾 想要以唱歌为职业的无非就两条路 一种是去专业的培训学校 毕业后再去从事唱歌方面的工作 第二种是有娱乐公司 愿意与歌手签约 这样才会有人愿意捧你 龙千玉的家庭支撑不了 他去专业的唱歌培训学校 所以他只能试着去找公司签约 但失命于弄人 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接受草根出生的他 那段时间龙千玉跑遍了整个台湾的娱乐公司 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没有公司愿意冒风险来培养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女孩 到底是追求梦想还是放弃 这是一个困扰每一代年轻人的问题 龙千玉在经过充分的思想斗争后决定追逐梦想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人如果没有梦想 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公司愿意签约 龙千玉就自掏腰包发行专辑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辛苦创作和节衣缩食后 他终于如愿缩唱 1978年满腔热情的龙千玉发布了自己的个人专辑 不如甭熟悉 他凭借这张专辑成功出道几身娱乐圈 大多数人都会走了两条路 龙千玉走不通 他便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天赋走出了第三条路 专辑发售后销量一路高涨 龙千玉的人气也跟着飙升 他成为了当时台湾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一年后龙千玉顺势发布第二张专辑 也同样获得好评 对唱歌本就很大热情的龙千玉 在收到前两张专辑的好评后 动智更加高涨 1989年他连发三张专辑 这个发行量对歌手来讲是十分巨大的 当时的台湾能达到这个产量的歌手寥寥无几 在之后的几十年 有一位创作型男歌手达到了龙千玉的产量 他叫周杰伦 龙千玉虽然发行的歌曲和专辑数量很多 但是他却不是只注重发行数量 而不注重发行质量的歌手 龙千玉的每一首歌收听率都很高 获得了听众的好评 其中变心的人 深深的爱等歌曲 到如今还有很多人喜欢 由一个孩子引发的人生转折 不过令龙千玉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他在事业发展势头阵望的时候怀孕了 此时的龙千玉并没有结婚 如果这个消息爆出来的话 对他的事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时龙千玉的心里产生了一个问题 打掉孩子还是把孩子生下来 最终龙千玉并没有忍心打掉自己的孩子 他决定退出娱乐圈与男幼成婚 不久后在兵房里传出了小孩的哭声 是个女孩 当护士把小女孩抱到自己面前时 龙千玉留下了行为的泪水 他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当女儿渐渐长大 龙千玉也完全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 整天陪着老公和女儿过着自己的小生活 不过柴米油盐终究会让两个人的感情变淡 龙千玉发现自己与老公没有往日的热情 甚至连互相说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终于两人忍不了这样的生活协议离婚了 离婚后龙千玉突然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 他在女儿出生后又有了一个儿子 爱孩子如命的他在离婚时 把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揽在自己身上 可是在退出歌坛后的他 根本就没有经济来源 龙千玉想到了付出 不过娱乐圈顺行万变 他早已过失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大女儿当时一直不同意两人离婚 加之龙千玉疲于付出歌坛 对孩子的关心少了很多 导致大女儿心里出现了问题 在一个凄凉的日子 大女儿最终也没能战胜自己的内心 他带着对父母离婚的怨气 留下一封遗书后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龙千玉的心也在此刻碎掉 他当初为了孩子离开歌坛 现在如今想重回歌坛也是为了孩子 可他还是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龙千玉内心痛苦万分 可是当他看到儿子还在世 又只有逼迫自己振作起来 在女儿去世后 龙千玉有了教训 除了工作之外 对儿子百般呵护 龙千玉每天回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儿子是否健康 儿子就这样在他的紧张关注下 慢慢长大了 龙千玉也因为修念佛经 合作公益事业 让自己慢慢从女儿离世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可是上天对他似乎太过残酷 他唯一的儿子在澳洲发生了车祸 需要高额的手术费治病 不仅是儿子的意外事故 龙千玉的父亲也在此时 因为癌症离开了他 命运的大刀 会在每个人的生命里的某一个时段 砍下一刀 但龙千玉的生命中 似乎连着挨了好几刀 就在龙千玉的生命快要承受不住这最后一刀时 上天收回了最后一刀 他的儿子活了下来 活着 好好活着 我们只能等待被时间和命运遗弃 而没有全力抛弃生命 这是于华的著作《活着》里的一句名言 对于龙千玉来讲 命运是多么冷酷 自己最爱的女儿在自己生日那天自杀身亡 留下了那封告别信 不要管我 就让我去吧 原谅我 这是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恨的告别呀 而龙千玉也只能像女儿所说的 让他去吧 龙千玉自己也只能活着 当父亲被查出口腔癌之后 也离他而去的时候 龙千玉能选择的也只有活着 经历了大起大落 龙千玉的前半生事业发展的很好 可是人过中年后 经历了一件又一件让他心碎的事 终于龙千玉重回歌坛 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女 歌词尽管还坚韧忧郁 但声音却充满了沧桑 舞台上他一句一句的唱着 每一句都饱含深情 听的人心醉 或许再也唱不出以前的感觉 但是歌声中却充满了他自己的味道 嗓音不再嘹嘹 却能够听到出饱含折磨后的最后一点坚强 就像龙千玉那首知名歌曲 爱拼才会赢 龙千玉的人生或许已经没有了赢 但他依旧拼搏着让自己至少不会输 现在的龙千玉已经年近六十了 为了生活他还在继续唱着歌 虽然没有了往日那样的大舞台 但他还是继续坚持 在各种小商业的活动中唱着歌 现在的他不是唱的理想 而更多的唱的是人生吧 近日媒体曝光知名歌手龙千玉的最新采访片段 从其采访中不难看出他面对生死的豁达 以及这其中的无奈 据悉现年六十岁的龙千玉曾演唱过诸多经典的歌曲 被誉为情歌听后 这其中包括真心只爱你 幸福之恋 疏人不疏阵 第三杯酒等等 另外他的妹妹江志美与弟弟江志平都是全内歌手 虽说演唱生涯足够优秀 但他的个人生活及身体健康却充满了艰辛 据悉龙千玉22岁的时候 便选择与知名艺人曹西平的三哥曹南平结婚 婚后拥有一双儿女 生活平淡却充满了幸福 然而这段感情却不被外界所致 后来因为彼此性格的问题没有度过七年之痒 直到12年 29岁的女星曹春龄被发现猝死 这才揭开了她的身份之谜 原来她就是曹南平和龙千玉的大女儿 女儿去世之后 龙千玉一度陷入自责 陈通的打击让其整整丰卖九个月的事件 不过为了妈妈 她选择坚强 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她 儿子曹永利在澳洲发生严重车祸 后来又不幸坠入谷底 索性抢救成功 22年前 龙千玉意外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个花生米大小的异物 后来经过诊断发现是甲状腺恶性肿瘤 好在手术非常成功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龙千玉也是心有感触 并说道人生无常才是正常 对于生死她也早已看淡 尤其是神后事 目前她已经安排妥当 买好了保险以及塔位 塔位的数量总共有10个 这10个塔位目前已经用了4个 分别是爷爷 奶奶 爸爸和叔叔 剩下的6个则是为家人准备 虽然说起来不吉利 但总归要面对 这也是龙千玉为什么看待生死的原因 龙千玉表示 希望家人以后都能够在一起 至于塔位的位置 龙千玉表示 谁先走谁就先去选位子 看你要在哪里 经历生活的打击 龙千玉的心境也是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对家人的态度 这也是她为什么在近段时间 出资百万 与家人合伙做保养品的原因 明天和意外 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到 珍惜当下的生活 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有一句古话 人生犹如一艘帆船 每向前航海一海里 都有可能遇到新的暴风雨 希望各位在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时 也要无比坚强 生命只有一次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难 都要有足够的勇气 冲破困境